邁入2024年日本可以说是连续四天都非常不平静 在元旦当天石川县发生了规模7.6的强震 再来隔一天呢就发生雨天机场的飞安意外 接着1月3号先是在上午的时候发生了北九州的商店街大火 晚上在地铁又发生了随机砍人事件 这让日本人感叹真的是多灾多难 日本2024年一开始就不平静 从元旦的石川县7.6大地震到隔天的雨天机场撞击 两起重大灾情使得日本弥漫沉重氛围 周四都经通勤族刚结束假期恢复上班 坦言心情很复杂 不止地震撼撞击令东京居民毛骨悚然的 还有这件事 周三深夜11点多 东京警察在JR山首线电车 逮捕持刀随机砍人的女子 这名女子落网时身穿白色外套长发盖着五官 明明是冬天却穿着迷你裙和凉鞋 不知打扮诡异报导称女子被逮后公称只是想杀人 幸好被砍伤的四人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通天下午三点历史悠久的北九州雨艇迎天街也发生大火 火势延烧长达13小时 算一算日本新年一开始天天都有大新闻 从一号的石川地震 鹿尔岛火山喷发到二号的撞击 三号的商店街大火电车砍人 四号色谷车站在船有人迟到挥舞 同一天还有多个政府机关收到炸弹威胁 警方阵积极调查 需要尽快厘清真相的还有为何发生撞击 日本国土交通省公布塔台四分钟通联记录 录音显示塔台许可日航班机降落后 要海宝机在C5滑行道等待进场 不料海宝机依旧进入三四而跑道 只待了短短四十秒就遭日航客机撞上 日航驾驶舱内三名机组员接受调查说 当时完全看不到海宝机 塔台人员显然也没发现海宝机误闯跑道 另外CN报道 雨田机场滑行道上的警示灯其实故障好几天 海宝机长可能在听错指令下 又缺乏视觉辅助酿成悲剧 至于日航疏散时刻也惊险万分 原来当时空服员因为机舱广播系统失灵 得扯开嗓门大吼 尽管所有人顺利脱逃日航证实还是有两只 托运宠物没能救出不幸烧死 昨天晚上7时半的飞行机乘的预计 福岡驾驶已成功了 由于事发的跑道持续关闭中 雨田机场仍有班机取消 针对这起事故日航出估损失约150亿日元 大约33亿台币 电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能登半岛地震距离重灾区 大约是80公里的富山县 其实也传出不少灾情 居本能登半岛地震受破坏的不只有石川县而已 隔壁的富山县也有灾情 屋主一家人正在瓦砾堆中 寻找还能使用的瓦片 希望作为重建之用 这是兵建市全岛的两栋房子之一 只是周边的还有不少栋房子 已经成了围楼 在我背后的这栋建筑 它为什么会应声倒塌呢 主要是因为它没有经过防震系统的一个补强 在我背后就是富山市一所 也就是富山市的市政府了 事实上发生在1月1号的能登半岛地震 在富山这个地方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而且就在市政府的大门口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地方的人行道 跟一般的道路上面 其实是有出现一定程度的落差 富山市政府外头的马路 拉起了封锁线 因为土壤液化的关系 这里的地面松松软软的 就怕人车经过会带来更多危险 其实富山在日本人眼中 向来以安全闻名 富山这个地方 过去其实一直都被认为 是日本最安全的一个线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富山这个地方 是没有台风的 除此之外 它对地震发生的频率非常的低 今年的能登半岛地震 在日本气象观测史上 还是第一次在富山 侦测到震度五强 看称富山县史上最摇晃的一次 只是当大家一直关心石川灾情的同时 富山县民想说的是 他们其实也是受灾者 TV询问杨清波郭展玉 在日本富山县的采访报导 好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 就是人在日本的采访团队 郭展玉还有杨清波 那么呢 他们呢 现在持续守候在日本 为我们带来第一线的报导 不过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是 有专家在地震之后 前往了能登半岛来考察 发现到这个海啸的这个高度 是比原先预期的还要高 更多第一线的观察 我们要交给展玉 能登半岛地震当中呢 是对整个日本的北陆地区 也就是石川县 新细县以及富山县都带来一定程度的灾情 而其中呢 TVBS的采访团队 今天就是前往富山县的富山市 而在这个地方呢 事实上在海啸发生过后 是观测到了80公分的海啸 或许大家觉得80公分真的没什么 可能就大概就是我们身 大概腰部左右的这样一个高度 不过事实上80公分的海水冲进来 大家应该是连站都站不住的 还好在富山这个地方呢 事实上它在富山港的 它的整个河岸呢 是盖得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在前往现场采访的时候 其实没有看到太多海啸破坏的一个迹象 反而是在那边呢 有一个海洋公园 而这个海洋公园 它是一个休闲设施 所以它呢 基本上为了让大家能够清海 所以它盖了一个观海的平台 而这个观海平台呢 是它因为盖得比较低 所以在那个地方其实还可以看得到一些海啸带来的破坏哦 而事实上呢 在整个富山县过去一直都有一个安全的神话 为什么呢 在这个富山县呢 它们在日本一直都是标榜着 它们是没有台风 很少有大地震 另外也不会发生海啸 所以是在对天然灾害很少很少的一个地方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在这次的能登地震当中呢 第一个富山市是第一次观测 在日本气象的观测史上呢 是第一次观测到了震度五强 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摇晃哦 而至于在海啸的部分呢 也观测到了80公分 而这在富山来讲呢 它们其实在整个日本气象观测史上呢 只有观测到五次的海啸 而其中这80公分呢 就直接名列在富山海啸榜上的第一名了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的地震 对于整个富山带来的一个影响哦 而事实上大家 现在透过画面应该可以感觉的出来 我们现在是在金泽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下起了毛毛雨 但是它的风非常非常的强 那接下来这个天气的部分 可能也是灾区必须要去关注的焦点 不过我们先回到富山哦 在富山这个地方 因为它的整个海啸的高度 虽然只有80公分 但是它是创下了富山当地的一个最高纪录 而根据日本一些学者的分析报导表示呢 他们是认为说富山这个地方 过去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安心 因为它没有什么自然的灾害 所以大家会放松警戒 但是在这一次的例子 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富山也是会有剧烈的摇晃 也是会出现海啸的 所以这也代表着 其实同样的在整个太平洋火环带上的台湾 就算我们不是很常发生大地震 或者很不常发生大地震的地方 其实大家也要小心提防 因为这个防震的心态 真的大家都要做好准备 因为类似这样的强震 随时是可能发生的 好 展宇哥 我刚刚看到您在这个报导的当中 其实这个风还蛮强大的 而且雨是不是也持续下不停 但是这会不会造成 接下来的这个搜救进度会有所影响呢 因为现在整个地震已经来到了第五天 其实已经是超过了黄金的救援72小时时间 而有一些最新的搜救进度 我们也要来请教您 的确哦 这个黄金的救援7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换句话说呢 在整个灾区目前的 受困的一些民众呢 现在他们生还的机会是越来越渺茫 再加上他们现在必须要面临的是 低温以及下雨的一个状态 现在在金泽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日本石川县的金泽哦 而在这个地方目前的气温大概是在8度左右 但是因为有下雨 加上风势其实还蛮强的 所以整个体感的温度 事实上大概只有5度左右哦 换句话说在灾区 因为他们比金泽还要在更北边 所以在那个地方天气想必是会更冷的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那些受困在瓦砾堆下的 现在被列为失踪者的这些灾民呢 或许他们必须要在这样严寒的天气当中 再度过这个晚上 相信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煎熬的时刻哦 而事实上呢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整个气象的测报呢 其实这一场雨从今天晚上 从1月5号晚上开始下 而且会一路下到1月8号 而其中呢 在明天也就是1月6号呢 整个日本气象厅甚至是发出了警报级的警戒 他们是不断的提醒在北陆地区这边呢 很可能会下警报级的大雨 而这个警报级的大雨 当然也可能加深整个灾区的搜救的困难 另外一个要关心的就是土石崩落的一个现象 因为现在因为地震过后 整个松动的土石呢 现在如果再加上水分下去 很有可能会造成 直接造成土石流的状况哦 而除此之外呢 在这个低温到礼拜天会更加的严峻 因为在礼拜天现在的气象预报呢 是当天晚上很可能会下雪 在灾区的部分很可能会下雪 而这当然也会造成整个搜救上更加的困难 而在困住 在困在瓦砺堆下的这些民众呢 当然他们的生款机会也会一会低温 而越来越渺茫 而这场雨呢 估计会下到下周一 而下周一之后呢 整个天气可能会慢慢的回稳 只是现在困在下面的人 到底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 应该很难说 好确实哦 展玉真的是辛苦了 不过我们最后还是要请教您哦 其实在这个地震刚发生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救援队当时就曾经有要派遣人到人员到场协助救援 但是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却是婉拒了说他们现在不需要国际的相关救援 对于这样子的消息 日本人是怎么看呢 再请教展玉 对啊的确台湾在提出了这样的需求 可以提供这样的协助之后呢 日本政府其实第一时间并没有具体的回应 而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在召开记者会之后是表示呢 日本将会婉拒所有外国国家提供在人力以及物力上面的援助 而其中呢 其实不只是台湾的搜救队而已哦 包括日本包括法国 其实都对日本提出了他们愿意派出搜救队来协助救灾的一个请求 但是日本这边呢是全部都拒绝了 而日本政府提出来的意见呢 他们是说其实现在灾区有很多道路都是不通的 他们必须要派自卫队的工兵到现场去清理 而清理过后呢 才能让整个交通顺畅 让救难队员能够进去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现在呢 就让各国的整个救难队抵达日本 因为根本这些救难队就算到了日本 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入灾区哦 而他们日本呢 到目前为止唯一有接受外国的援助就是驻日美军了 而为什么呢 因为驻日美军是直接派出工兵来 他们是直接把工兵以及他们拥有的重型机具呢 是直接压到整个能登半岛的前线去去 协助造桥铺路并且解决交通上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日本他们现在政府他们认为呢 在整个救灾上面比较需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们接受了整个驻日美军提供的一个援助 而婉拒了台湾这边的提供援助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而事实上呢 在这件事情呢 在岸田文雄宣布之后呢 在日本呢 也引发了相当大的讨论 其中一位呢 就是前内阁的官员 现在在京都大学担任教授的藤锦聪先生 而这位藤锦聪呢 他就他在X上表示呢 就是整个日本政府这样做 婉拒了台湾的好意 似乎是代表着日本政府想要做些什么 而这些做些什么的 他其实就是在暗示说 岸田文雄政权是不是想要亲近中国大陆 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他这样的指控 当然就引起了日本网友炸锅了 大家都开始讨论说 岸田文雄是不是真的就是想要亲中 所以婉拒了台湾这边提出来的一个援助的申请 而除此之外呢 在整个日本社会这样子的一个广大的批评 政府的一个声让出来之后呢 今天日本外务的傅大臣其实有出来解释 他是表示呢 其实日本并不是婉拒大家的需求 而是现在真的就算这些救难对来 也没有办法到前线去派不向太大的用场 所以日本才会拒绝 只是这样的说法呢 现在日本大部分的网友似乎也不太领情 因为他们认为说 你这只是借口 你当初为什么会不好好把话说清楚呢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讨论呢 在日本的社会在舆论当中呢 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不过不管怎么说 现在需要的或许不是在争吵这个 到底要不要救或者是该怎么救的问题 而是我们或许应该要好好的去思考 接下来这些灾区的人 到底要怎么让他们好好的继续过生活 好 谢谢展玉为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报道 那么呢 我们的TVBS团队也会持续在日本 为您守候有最新的消息 也会为您插播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看到的 仍然是在日本 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外媒 前进了重灾区轮倒市 而且透过了空拍画面 更发现到这个地震过后呢 这个地区就像被轰炸一样 几乎变成了平地 发现前方有土石崩塌 轮倒居民见到状况不妙 开始往后倒退 一旁的男子疯狂呐喊 因为他们眼前的山坡 随着土石流快速滑动 这是元旦当天强震后 引发的土石流眼前的道路 瞬间被淹没 土石流造成惊人破坏力 有民宅被冲垮 直接被推到山坡下 树木也被连根拔起 画面相当惊人 石川接连强震重灾区轮倒市几乎全毁 从扣拍机往下俯瞰 所有的房屋都被以为平地无一完好 就算没有倒塌也被烧成焦黑 救难队人员现在只能挨家挨户 赶紧续找可能还受困在瓦力堆下的幸存者 最后成功救出好几位 但现在更严重的状况是灾区没电没水 居民还得去河边取水 这名男子在废墟中一边啜气一边倒猫粮到瓷碗里 因为他养的三只猫在地震后失踪 现在只希望爱猫还活着 TPP新闻综合报道 好接着要来看到的是南北韩的紧张趋势 因为呢今天北韩无预警的朝着南韩两个区域 发射了总共200枚的炮弹 而且呢虽然说这个炮弹是没有集中到这个越界 但是其实它已经落入了军事的缓冲区 也因此引发南韩的紧张 沿平岛避难所里许多人席地而坐 慢慢等待警报结束 星期五一早南北韩军事紧张再一次升温 根据南韩军方的说法 北韩在两个小时期间 对着沿平岛和白岭岛以北的地方 总共设了至少200发炮弹 这些炮弹落在北方线界线以北的缓冲区内 没有越界 也没造成南韩方面任何伤亡 南韩通피北韩军事挑衅 也马上出动 K9自走炮在线界线附近 展开五年多来第一次海上射击演练回应 中午十分 沿平和白岭两座岛 通通下了避难命令 会议这么紧张 因为上一次沿平岛被北韩炮弹打到 是2010年金正日执政期间 60枚炮弹击中岛上 造成两位平民死亡 20人受伤 不只射炮弹 去年南韩决定终止919军事协议后 发现北韩不但重建前线哨所 还在边境金益县铁路 陆续埋下新地雷 但其实北韩最近动作频频 而且不断的挑衅南韩 就在去年底金正恩甚至说 南北韩双方永远都无法统一 外头冰天雪地 炮弹声枪声不绝于耳 美国南韩在北韩边境 进行围棋一周的联合战斗射击演习 有鉴于北韩过去一年 试射了远程导弹动作频频 美韩联手提高军演强度 2023年12月30号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撂下狠话 认定南北韩为敌对国关系 将永远无法统一 隔天又呛瞎 命令北韩军队一旦冲突爆发 务必摧毁美国和南韩 北韩官媒报道 金正恩要求扩大生产 飞弹发射器 准备跟南韩美国进行军事对决 根据释出的官方照 金正恩和他的宝贝女儿金主爱 妇女一同穿皮衣装亮相 在洲际弹道飞弹发射车辆的 生产工厂进行视察 由于北韩官媒对金主爱的称呼 从金正恩亲爱的千金 变成受人尊敬的千金 南韩国情院首度研判 金主爱极可能接掌大位 金正恩查看工厂生产的 大型发射驾车和各种军用驾车 具体了解了生产情况 另外美国白宫证实 北韩提供给俄罗斯的弹道飞弹 以及飞弹发射器 被用于乌克兰的攻击行动中 局势恶化令人担忧 2024年地缘政治不平静 北韩到处点火 成了下一颗不定时炸弹 TVB新闻综合报道 回到国内来看到选战话题 现在进入最后的倒数阶段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他今天是回到本命区 新北来拜票 不过他回到新北也成为了蓝银的猛攻焦点 因为民进党就质疑说 现在市府成为了进总 但是对此呢 新北市也做出回应 不满被说 新北市府沦为红友宜敬总 副市长刘和然 坦言情绪发言会避免 只是为赖清德万一老家争议 平平和绿营交锋 该澄清德还是要说 尤其前一天税捐助人员到场丈量 要厘清房屋税额 又被轰小动作太多 为什么新北市政府这一次 没有通知我们法律代理人 我们把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交给代理的律师 还有地政室 再选拳这种小动作 大可不必 自始至终 那个律师事务手跟地政室 都没有送进来 那个委认输行政程序法的规定 就是以当事人的户籍守在地 为送达的合华地 双挂号寄送 况且未收到正式委托申请 市府说四号已收到 赖清德老家税及补件资料 但违见事实没改变 我们从来没有接获过 赖副总统或者其家人 或者他的委托人 任何的申请 我们今天看到刘和然副市长 带着四位局处首长召开记者会 只为攻击赖副总统的老家议题 甚至还推给基层公务人员 让他们背黑锅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 强调是赖清德老家 和其他矿区建物不一样 比起先前他一句 幽灵房屋怎么信托 可是引发轩然大波 这块土地确实有登记 但是房子并没有登记 好像没有身份 我必须要讲了一下是 这个是针对公益信托的个案 直言被刻意操作 选前一周除了蓝绿交锋 市府也没躲过 而其实今天侯友宜他回到新北本命区 还有另外一个焦点 也就是他上午到这个卢州的市场败票 不过呢 其实里面还有一位人士 也就是民进党的信赖之友会 卢州水河里里长苏雅琪 他也到场并且还喊冻算 也被市委侯友宜是拔装成功 侯友宜回到卢州主场人多不稀奇 民进党里长都倒戈才是话题 民进党信赖之友会 卢州区水河里里长苏雅琪 不只帮喊冻算 还沿途陪扫街 在新北市市政不分难力 我们努力的做事建设新北市大发展 苏雅琪举里长的联理会的会长 他跟我们大家一起拼新北市民作的建设 看来在新北长期打好的关系 到了选举就多一份力 侯友宜接着到三重车嫂 选战倒数阶段 新北也得多回房 但逆头赖清德老家为鉴 新北市府也有新动作 新北市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日前新北市府派员 丈量赖清德老家 要作为房屋税 计算课征税额依据 不过到场却铺工 没人配合 赖清德说这是突袭 市府也回籍 早在一周前就挂号通知 而双方还在房子上的问题攻防 凯旋院被绿营检举 没有公安申报 北市府建管处表示 勘查后只有户外楼梯 加窗违反建筑法 限期改善 否则可以连续开罚6万 因为敢行程没回答 但被北市府开罚 也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回答 好 至于来看到民众党 不断的打空战 释出不同的宣传影片 希望能够吸住年轻人的目光 但是近期有一段影片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上市了 但是最近却引发了讨论 为什么会如此呢 因为被发现到这一段影片 民众党他们释出的当时被叫做换驾式影片 竟然是跟民进党最新释出的在路上概念很雷同 是谁偷走你的生活品质 车头全毁冒烟 实资薪资 新生而树 全都得退路 还有在马路上急煞的事故车 比喻只身不降的高房价 是谁偷走了你的幸福想象 柯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推出客人最新宣传影片 以执政一再撞车却坚持走一样的路 呼吁大家该换驾驶了 虽然是讽刺执政党却跟美德佩的在路上概念有点像 柯文哲在算民进党 黄珊珊也要大家思考换驾驶 却被留言 柯文哲不会开车 也没驾照 有人也说这个撞车片根本就是在路上的完结片 我们不希望的是民进党执政继续带给人民假象 幕后花絮一样 原来一切都是虚拟的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原来根本没有上路 原来影片早在一个月前就上架 意外跟绿林的在路上形成对比 柯文哲接连发动影片攻势 用烂苹果形容蓝绿 这一次不用再勉强挑一颗比较不烂的 还有这一支由柯文哲配音的影片 让卖弄芒果干 骗选票的人跌破眼界 我们希望透过柯文哲主席的声听 让市场给感动继续的延续 能够唤醒大家对于脱离过去蓝绿恶豆泥脑 这样的一个行程 柯文哲要让大家跌破眼镜 诉求棄蓝绿的同时 歪打正着执政撞车 不管现实生活里有没有驾照 先力求换人 开车赏路 好 北市立委的选战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 而今天也持续的进行北市的立委证件 证件会带您一起来看 用纸箱装扮吸眼球 还有这证件 引共鸣 火锅不可以夹鱼头 咖喱饭不得办的证件 这个是我最后条证件 一切都是为吸引北市大安区的选民注意 这两位则隔空交货 苗坡亚的过去超过一千八百天 在大安区扎扎实实的为选民来服务 这样子的历程 岂是这个抛弃大安区跑到桃园 桃园找不到机会 才又跑回来大安区的罗志强能够比拟的 苗坡亚少说一个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证件 那就是废除死心 一个不敢面对自己人生当中最核心的主张的一个候选人 请问他的所有证件 还能够让大安区的民众相信吗 互戳对方弱点 苗坡亚也提及国民党技术性的挑过补选 让大安区有一年没立委 在民主国家 有什么比没收选举更加离谱的行为呢 选苗坡亚做立委 大安区三十万人再也不怕没人照顾 苗坡亚反对今天大安区少一年的立委 他自己让大安区少三年的议员 我去年没有参选议员 我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办公室三个 平均起来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 两人纯枪舌战 不知能否多少弥补 苗坡亚想辩论的遗憾 而松信区徐巧新 也把政见会当辩论会用 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 没错民进党在我的选区里面所提出的立委候选人 派系就是新潮流 我不会政治口水 我更不会辱骂别人或者是谩骂 我要做的就是好好把民意代表的职责做好 随草新的空战对上许淑华的陆战 随美火花依旧也是激战区 接着来看到的是前桃源民众党党部发言人 马志为他近期被爆料说 他疑似是去年到大陆进行了竞相活动 没有想到涉嫌接受大陆资助复权 开心与柯文哲合照尽管以无党籍参选 还是关心民众党的一举一动 但选举日甚没几天他却被羁押 他们去大陆其实那个时候 是我还在民众党社会立委工作的时候 就有听闻这样子的事件 那至于他们去内地哪里 我只听说他们是到厦门 潜逃民众党党部发言人马志为 日前党内提名没上 以无党籍参选立委 但却被爆料去年到大陆参加活动 涉嫌接受资助参选 但和他一起去的 还有民众党淘远党部主委黄成军 黄成军出面澄清会飞去厦门 是参加竞相活动 人们没有要去 但当时考量参选身份敏感 所以才会在最后一刻报名陪同 以便掌握情况 他强调是以证人身份被约谈 对不实指控将会搜证提高 检调调查马志为设犯反胜透法 利用多种管道接受大陆提供资金 作为选举经费 好人是调战四号发动搜索 发现马志为涉嫌长期收受大陆资助 达百万元 检方认为有串政灭阵逃亡之余 向法院申压 而法官认为马志为有受大陆地区 人民资助参选立委 以及传送我国调查请知人员资料 选举相关讯息给资助参选的大陆人民 因此认为设犯反胜透法第四条 最嫌重大 裁定积压境界 TVBS新闻家中心蓝亭 考人采访报道 好接着镜头来到大陆 因为缅北战火难道也波及到了中国大陆吗 云南三号的康镇 镇康县呢 其实在三号的时候 有一枚来自境外的飞弹 竟然是击落到了街道 甚至还造成了无人受伤 一声轰然巨响 尖叫声四起 美甲店的老板客人 你看我我看你 不知道外头发生什么事 原来是一枚从缅北发射的炮弹 从天而降 就落在云南小镇街头 镇康县官员就精神 炮弹来自接让南山镇的缅北果敢自治区 老街 据报今次是缅北 去年十月爆发冲突以来 第一次有炮弹落入中国境内 三号下午 位于中国和缅甸边境的城镇 被缅北果敢地区榴弹波及 只见街道建物损毁 造成五人受伤送医 甚至传出有无辜民众惨死 大陆外交部严正抗议 要求缅北立即停战 中方高度关注缅北冲突态势 对武装冲突造成中方人员伤亡表示强烈不满 以向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在此要求缅北冲突各方 立即停火指战 去年十二月中旬 中方才宣布在昆明几近斡旋谈判后 缅甸军政府已和少数民族武装分子达成临时停火协议 不过老大哥出马无效 缅北战火再起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也再度发出警告 提醒中国公民避免前往当地 我们一贯坚定支持缅北和平进程 一直推动缅甸相关各方对话接触 保持停火和和谈的势头 大陆官方表态继续推动缅北局势软着陆 毕竟中国企业在当地有不少重大投资 维护地缘政治安稳与经济利益是当务之急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到我们的China观察单元了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向如来跟我们做分析 向如好 佑轩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今天我们两个新闻就要带你来看 首先就是要请教向如的是 现在这个大陆的开机率 是不是因为这个电视越来越少人来开机呢 因为从2016年的70%到去年2023年 已经下降到30%以下了 是不是因为平板还有手机实在是太方便了 来请教向如 没错 你知道吗 其实早在10年前的那个时候 我去上海采访 那那个时候的话 上海他们有一个类似像Airbnb 但只是路版的 他们叫做小租屋 小租租屋 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一进去10年前了 那时候的话一进去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墙壁上面怎么光秃秃的 怎么都没有任何的荧幕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那时候呢 上海的业者都告诉我们 现在的话 其实大家已经不看电视了 我说是这样吗 他说 那个时候10年前的时候呢 不看电视看手机嘛 那现在的话你知道吗 他们如果去的话 他们会看什么东西呢 他会摆一个投影机给你 对 那个投影机的话呢 因为他们现在年轻人 现在的话呢 你就是给他一个空白的一个墙壁 然后呢就投影萤幕降下来 不用的时候你把它升上去嘛 免得避免占空间 然后呢有投影机 你爱看什么 你爱看电视或爱看 现在其实很少人在看电视 然后呢 你去看那个什么 任何网路上面的追剧 什么东西通通都可以 所以的话呢 他们就觉得说 那就摆一个投影机就可以了 那萤幕当然也可以 因为有些时候呢 你追剧 萤幕手机太小了 你就投影到上面去 所以的话呢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呢 电视确实很少有人在看 再给大家举最近的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同事啊 他的女儿小学的时候 然后他就边开车 开了两个小时 他们女儿呢 就在后面划了两个小时的短影音 那那个两个小时呢 因为他就一直听嘛 然后你知道吗 现在的小学生 他们的话呢 划短影音的话呢 就是几秒钟就划过一首歌 几秒钟就划过一首歌 换言之 他只听一首歌里面的那一句 对 所以的话呢 他就觉得 因为边开车的爸爸就觉得很吵 因为呢就是歌也没有好好唱完一首 然后呢就唱个一两句 然后就滑走 然后一两句都滑走 好为什么 因为滑走的成本很低啊 对啊 嗯 其实我根本还有 那既然一首歌我只听副歌 甚至我只听那一句 那谁要看广告啊 除非你的广告是我想看的 对啊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手机替代品很多 之前的时候呢 就有发现到大陆的KTV 现在的话 很多都关闭了 倒闭了 对啊以前的时候KTV好多流行啊 好多人年轻人 在KTV里面 你可以消磨一整个网上 然后狂欢啊什么之类的 但现在的话呢 大陆的KTV呢 倒闭了60%到80% 哎这比例非常的高耶 好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你有什么 你有密室逃脱 你有剧本杀 你有真人4月4 你还有酒吧 然后呢 你还可以打桌游 那个桌游的话 而且重点是唱歌 不用真的到KTV 对啊 你就想说 那我们大家一起狂欢 可是因为疫情 大家都在手机上面KTV 然后呢 你还可以用手机跟别人连线 就隔空连线 对啊 还可以比分数 所以疫情之后的话呢 大家觉得 那好像这样子也可以 所以相形之下 其实电视呢 就被很多的东西给取代掉了 嗯理解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探讨 是一起比较悲伤的事件啦 就在去年12月的时候 其实山东青岛是有发生了一起 这个暴力的冲突 主要就是有一名32岁的外送员 他跟这个保全是有发生了冲突 没有想到这个保全就持刀捅死他了 但是呢 这一名外送员 他的身份也被棋底了 因为发现到说 哎 其实他是有到澳洲留学的 但是回国之后 6年竟然都没有找到工作 那接着呢 他就来寻求这个外送员的工作 没有想到呢 才上工了6天竟然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事件 而现在这起事件 其实在大陆也引发了讨论嘛 主要就是青年为什么会这么感叹呢 我们要来请教向如 嗯你知道吗 现在的话呢 大陆自从疫情过后的话呢 他们的青年就业率呢 其实就不是很高喔 那我来举最近的时候呢 除了这个case以外呢 在大陆上海还有一个网约车司机好了 今天就讲到了失业率的话呢 来谈到了网约车司机呢 他平常的时候呢 就像在台湾很多人失了业 他就会去开Uber一样 那在大陆当然也是一样 好那么这一名网约车司机30几岁 他呢每一天呢 他就开着 然后他的后车厢就是他的家当 什么意思 那就是他没有在上海租房子 因为上海你知道 北上广深 那个租房的租金何其贵啊 所以他为了省下了那些钱 于是呢他就把所有的家当 哎包括什么 包括棉被啊洗衣精啊洗脸盆啊 充然后你说那这样请问一下 他总要有水吧 好充电站通常都会有热水 他就趁车子在充电的时候呢 他就跑到了里头 然后去梳洗一下这样子 对然后再来的话呢 他每天早上8点半起床 他开车开15个小时的网约车 半夜2点钟睡觉 对换言之呢 你看他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辛苦吧 他连上海的房子他都租不起 连合租他都没有办法 他说了因为以前的时候呢 网约车单月的收入其实很高 但现在随着越来越多失业者加入以后呢 他一天的收入呢 大概是400到600块人民币 好大概2500左右 但是你还要再刨去了那些 你必要的开销哎 对啊所以他就觉得说 那干脆就不要了 那讲到了网约车功过于求 去年的时候大陆网约车司机 光去年增加了144万元 再加上消费力下降 哎这两个因素是叠加在一起的 所以呢就造成了司机的收入呢 相信之下就会变得很少 好这是一个失业的案子 再来看一下我们把年纪的再往下推一点呢 也就是20几岁 最近的时候呢 在深圳采访的时候呢 我遇到一个央视的记者 20几岁的一个年轻人 他呢其实也是海龟派哦 之前的时候呢 父母在他大概中学的时候呢 把他送到了美国去念 还换言之呢 他中学念完换念大学对不对 后来我就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留在美国 那他很谦虚的说 嗯就就对就是因为 自己能力差 对于是呢他当初就觉得说 在大陆就业可能比较好吧 因为毕竟是自己有家人在这里啊 于是呢他就回来 后来发现告诉我说 其实回来以后呢 发现到嗯 竞争力很多 就是竞争很强哎 跟他一样同样是海龟回来的 哇一头拉枯哎 后来就是嗯 就是有一些好的关系 所以的话呢 他能够进入到了央视里面工作 所以的话你就可以知道 哪怕你是你看 从中学念到了大学 但是你还是 回国之后还是很困难 对嗯 了解 所以现在这个大陆的青年失业率 也真的是越来越提升哦 也是成为他们一个新的现象 对不对 对没错哦 而且你知道吗 青年失业率其实在大陆的官方来讲 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我先强调一下 他们所谓的青年失业率呢 其实是从16岁到24岁 而且呢 他们的失业率 现在基本上已经到已经破了20% 换言之说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年轻人失业 而且呢这个年轻人失业基本上还没有算农村哦 他是指城镇的年轻人 所以不算农村就已经五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失业 好那你要想想看哦 呃这个年纪的人他们为他们是即将要迈入了成家立业的阶段 如果呢他在这个期间他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他就没有办法再往人生的下一阶段走 会走但是会往后再延 那现在大陆也很担心的是 大陆的这个生育率一直往后嘛 这就是其实这所有的原因通通都是叠加在一起 那你就会造成了再加上就是消费力下降 就会让大陆呢他的社会稳定度就会有一点崩坏 好我们这一节谢谢向如的分析哦 这确实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 谢谢向如 谢谢佑萱谢谢大家 好接下来我们镜头还是要持续来看到大陆 不过我们转换心情一下来看到 您知道在大陆最热门的冬季旅游景点是在哪里吗 今天的统计就是在黑龙江的哈尔滨了 而且呢哈尔滨为了要卯足全力吸引观光客前来 也有寄出不少的旅游特点 就在人来人往的黑龙江哈尔滨中央大街 工人正忙着为地下道的楼梯铺地毯 为什么因为雪天怕游客滑倒 这么贴心的举动让不少哈尔滨的本地市民发文说 这不是我认识的哈尔滨 豆腐脑北方吃咸口的南方吃甜的 没关系没关系为了南方游客卖豆腐的老板娘给了一碗糖 爱加多少加多少连北方著名的铁锅炖菜也可以改 哈尔滨嘛就一下就爆火了就是没有想到嘛 翻了一杯吧 而且也为他们准备了小食量的 少放盐少放料 让他们吃的还好吃 哈尔滨一公交站牌太破旧影响世荣 马铃薯公主们都看不清字 第二天发现旧的牌子被取下来了 一周内整个公交站牌焕然一新 与其说宠游客宠上天 哈尔滨这整座城市 当地人说正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再变好 也不算是件坏事 光源淡假期 哈尔滨累计接待305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260亿台并 达到历史巅峰 这宠游客的代价很值得 TVB的新闻 林玉珍 陈向如综合报道 好 接着我们要回到国内来看到的是 新北市有一对兄妹党 他们是涉嫌联手贩毒 而警方为什么会逮到他们呢 主要就是因为当先前呢 是有逮捕到了买家 后续来追上游 到底他是从哪里买到毒品的 一查之下才发现 原来是这对兄妹党贩卖给他们的 所以警方才有一些相关的线索来搜寻 甚至呢他们突破到家中的时候 发现到现场至少有64包的可以谈民 穿白色上衣黑色短裤 踩着拖鞋的男子 被警方从住家带了出来 后方跟着一名白衣长腿女子 是她的妹妹 原来这对兄妹党涉嫌贩卖毒品 被警方掌握线索之后上门抓人 贩卖K他命 警方先是在板桥一处停车场 抓到美甲之后 巡线追上游 逮到这对兄妹党 一到住处搜索不得了 警方申请搜索票来到 兄妹党的住处搜索 除了把他们带回之外 也在里面来进步调查 发现有大量的毒品分装袋 光是K他命就有64包 他们百口莫辩 警方调查 这对兄妹合作贩毒 26岁的哥哥提供K他命的货源 负责调度 20岁的妹妹则是负责保管 再以哥哥为名的FB跟买家联系 协议交易的时间地点还有价格 哥哥公称他花了15万元 买了150公克K他命 再以一包两公克为一个单位 卖3000块钱 从中赚取价差 但赚了钱似乎没有让妹妹分红 哥哥落网时表示 警方在妹妹房间 查获的64包K他命 都是他自己要吃的 似乎想要一肩扛责 法官事后判处哥哥两年两个月 妹妹被判刑两年缓刑五年 缓刑期间交付保护管束 还要向指定机关提供80个小时的义务劳务 兄妹联手贩毒双双入网 无论有没有获利 通通不被允许 好接下来看到是新北市的淀水警方在路上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一查才发现原来车内这个车牌里头的竟然是一名通气犯 因此警方要上前拦查 但是呢这个驾驶发现到警察到来立刻是加速逃逸 没有想到就在隔天的时候呢 这位驾驶竟然是又被警察发现了 但是这回他塞在车阵当中根本就无处可逃 最后顺利被警方逮捕 趁着红灯追到可疑车辆 远景前后包夹 车上一共三个人似乎还想装傻 拖了好一阵子才肯下车 终于控制他们行动 怀疑他们车上有违禁品 远景搜车也搜身 果然 从内部只有枪和子弹 其中一人还搜出毒品 而另外两人是通气犯 三人通通犯法被逮捕 事发在三号傍晚四点多 石英北市淡水逐为捷運站旁 但他们早在前一天就被警方盯上 警方其实前一天就已经发现 他们在路上出没 但驾驶当时发现有警察在后面 是立刻加速逃逸 没想到隔天就出现在淡水 被警方给掌握 这一次他们没办法逃跑 前一天警方觉得车辆很可疑 半路晃来晃去查车牌 发现车主是毒品通气犯 结果被对方给跑了 隔天他们要往台北方向开 正好是下班尖峰时段 路上车多就这样塞在路上 警方完全不用追就能抓人 走在最前方的就是42岁张姓车主 因为毒品案被通气 常毒的是47岁张姓男子 而42岁猴姓男子则是毒品 和妨害公务通气犯 以为警察没追上 结果逃了一天败给塞车 台中某高职有学生家长 po文抱怨 校方要求学生要下载APP 接收校方所传送的重要讯息 但是只要累计三次没有已毒 竟然就被要求要辅导 传讯息呢最讨厌 未读未回或者是已读不回 不过台中现在却有学校呢 要求学生一定要已读校方的讯息 如果连续三次没有已读 就会被教导教官室 单子上面写着某某某未读讯息的同学 请来教官室校安说明 为何未读讯息 若学期间登记超过三次 没有读讯息 需要参加教官室的生活辅导座谈 请务必来说明清楚惊叹号 强硬的语气 学生家长看到这张通知单 po网质疑校方新花招 强迫学生一定要已读学校宣导的讯息 就不太合理 因为他公布的事情都是跟我们很惯 都是班长去班长去的 他这种住宿交通什么 但是这些你们都要全部都要已读到这样子 会被就是稍微讲解一下说按照我们要已读 实际询问该校的学生 学校要求全校学生要下载一款APP 取代以前传统广播以智慧化的方式 主要传达各科室的资讯 像是校安教学状况或升学消息 但学校怕学生没有收到 系统后台都可以查得到 那些学生没有已读 就看什么资讯比较方便 但还是有人认同 因为不用像以前 一定要集合全校的同学 才能够统一宣导 省时不少 但一天讯息好几则 逼迫要点开已读 难免有压力 不过校方解释 请同学来叫官室 并非惩罚 没有读的话 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陈述 看是硬体劝缺 还是说软体这边不太会使用 我们就即时性的 来跟学生做一个交流 学校补充这一套APP 去年九月才刚推 发现点阅情形不好 导致有些学生家长 没有收到重要讯息 才会用这种方式提醒 至于家长质疑 怎么也会传送 补习班的广告 查证后也不是 校方发送的讯息 是学生自己订阅到 APP的推播功能 可以取消减少讯息轰炸 台南永康有一所科大 在十月的时候出现了一名 怪异男子尾随学生 他之后被逮捕之后呢 放出来竟然又再度的犯案 最近呢 他又向尾随的跟踪女大生 要求要联系方式 最后还是被警方逮捕 男子在大学附近晃啊晃 眼神锁定一名坐在机车上的 女大生紧盯着他 假装这条摩托车 接着靠近搭讪 他就是几个月前 曾被逮捕的校园跟踪狂 去年十月受害女大生拍下他的背影 男子穿着身色羽绒外套 跟踪要电话 被逮捕后十二月放出来 又顾胎附谋 抓了又放 遏制不了男子的可怕举动 警方统计至少有三人受害 事发在台南永康一所科技大学 证明可疑的 许心男子是单身汉 年约四十岁左右 以打零工为生 明明住在安南区 却跑到永康的科大 十月间曾骚扰女大生 涉嫌从后方环抱 十二月份被放出来 又回到统一所大学 采取同样的手法 为随女大生要联系方式 被逮捕时自称 只是要来学校运动 对于种种犯行一概否认 遮蔽外观曲性男子 该男子于犯案前后 以步行迂回方式绕行向弄 企图增加警方追砌难度 只要按下去的话 他直接可以通话到 我们的校安中心 我们看到你的影像 听得到你的声音 直接会有人来协助 他跟你做一个对话 校方设置紧急求助站 并且在晚间安排人员 在校园附近巡逻 学姓嫌犯搞得女大生 人人自围已经是累犯 虽然这次被一根骚法送办 但万一很快又放出来 才是女大生们最担心的 TVBS新闻顾首昌台南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